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耳科赵医生 今天是4月14号 星期四 全天的门诊 今天的内容是 第一个是万尔道的损伤 自己 他都不知道 这个人自己都不清楚什么时候伤的 看这个位置 十九八九是无意当中手指甲盖滑的 可能是因为耳朵痒或者什么原因 造成了一个出血 万尔道的一个出血 形成了一层很厚的血架 糊在这 导致很不舒服 原则上呢 尽量的不动 但是 因为这个出血的时间有点长了 而且卡在这 他也很难受 就 反复要求 他说试试看吧 因为清理这种血架 呃 不安全 有可能他这种家下的损伤没有愈合啊 就说一清理完 一碰啊 又继续出血了 都有这种可能 这是以前一个精神看过的啊 接触过的一个患者 也算比较熟了啊 互相有一个理解啊 那就说试试看啊 把这个肝夹的清下来 这个万尔道区域啊 呃 皮肤下面缺少肌肉和脂肪层的这种缓冲啊 稍微有点外力 而且这块皮非常薄 这个家底下一块发红的啊 之前就应该这破了 黑色的血架啊 像巧克力一样啊 这个咱们吃这个典型外面那层 巧克力皮一样 后边呢 是一个啊 对小朋友的呃 叮咛叹色啊 儿童的叮咛叹色啊 儿童的叮咛叹色 这个小朋友是游完勇 对游完勇以后觉得耳朵闷堵啊 然后家长又拿棉签去掏啊 明显中间有一个凹槽 这个如果你的万尔道本身啊正常 啊里边没有这种啊叮咛组织啊 或者没有什么其他解剖上的问题 有些人耳的外耳道特别狭窄 机型啊 那个解剖机型 有的时候进去一些液体 确实不好出来 正常宽度啊 对外耳道游泳什么没有任何影响 包括像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骨膜要完整啊 有的骨膜穿孔这不行 骨膜穿孔啊 外耳道发育正常 这个游泳啊洗澡啊 进点水不会有什么严重异常啊 这种 呃 但是如果像这个小朋友啊 叮咛多了一点啊 然后进了点水 可能把叮咛给占开了 再加上家长啊 这个有后不明觉理 啊 非要拿棉签去捅 然后压的更磁势了 结果导致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闷度感 这个身方的叮咛被怼得很紧了一点啊 还好这个孩子的年纪比较 呃年龄啊 已经到了学龄期了 我印象很强 忘了岁数多大 呃 还基本能够配合啊 这里边还有掉的那个棉花丝呢 如果是再小 你要两三岁的孩子 嗯 处理起来就很麻烦了 上面掉的这个棉絮的丝 因为这种操作啊 孩子主要是一种恐惧感啊 因为 别说小孩了啊 成人对这种都会有的时候有这种 呃 恐惧啊 畏惧感 闪躲啊 这都是一个很不安全的事 这个孩子 全程配合的还算可以吧 可以感觉到很紧张啊 身体一直在抖 这种 这种如果说没有办法配合 嗯 耳内镜操作的话 非要清理 嗯 可能只剩下软化冲洗了 因为耳内镜操作的风险比 这个软化冲洗要高 嗯 嗯 但是软化冲洗也有个问题啊 那个水冲上去啊 也不舒服 也在需要孩子有一个 基本的配合啊 不是说拿水滋一下就完了 要反复冲好几下 而且呢 嗯 有的时候 感觉这个 叮咛 浸泡 不好 嗯 没有完全的 西化啊 把它都不是软化 如果要是冲洗的话啊 需要完全泡成这种吸汤状啊 像他这个现在其实已经是在用池 是经过用池水泡过的 已经是比较软的了 就这处理起来都很困难 像这种情况冲洗是很难的 不太好冲 冲的话 一定要给他完全的泡的 要泡好几天 嗯 一两个小时或者一天都泡不开啊 所以在这个浸泡过程当中也不太舒服 闷毒感啊 有个别孩子会觉得脏痛啊 这些情况 所以呢 家长管住自己的手啊 轻易不要去动 轻易不要去动孩子耳朵 你拿棉签也好啊 这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 如果是用什么耳勺 不管什么可视不可视啊 小孩的耳朵一旦 在里边轻微一碰 就像前面那个啊 那些人自己都他觉得都没有拿任何的工具啊 都已经造成了损伤 你如果再拿什么耳勺之类的 甭管是塑料的也好 金属的也好啊 这里边力量稍微一大 直接皮就破了 然后到时候就更麻烦啊 这是个小女孩头发比较长啊 像堆积到这个深度啊 之前棉签应该是 都有个不少次了 还都不是一次两次能够形成这样的 从外到底啊 一直到骨膜的表面 浮压信息啊 小口径浮压信息 传统的这个 一般门人使用的 浮压信息 主要是鼻科使用啊 比较多 嗯 做鼻腔的清理 不适合在这个 耳科的外耳道操作 那个特别粗 嗯 别说跟耳内镜同期配合了 一部分人的话 单独使用不用耳内镜都很难进的去 好 这个基本上清理的差不多了 骨膜表面还剩最后一小块啊 儿童的话 这个格外谨慎啊 贴近骨膜区域啊 这这宝贝是双儿都有啊 今天时间的原因先放他右侧吧 好 今天视频暂时到这儿啊 我们下次再见